举牌人拿着大大的建案广告 熟悉的景象 场景却不在街头 而是在饭店房间 艺术家李根在延续2021年的天龙房屋计划 在2024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 以房间里的天龙为主题 让建案街头举牌人成为艺术的主体 那个天龙房屋里面 包含门口的那些带租带卖的 带售的那些房屋的物件 其实都是真实 就是一般社会大众他们的亲身的经历 一些比较负面 比较不好的一个经历那样子 那我们在其实去年的时候 有收到就是当代艺术会的一个邀请 然后透过在饭店展览的一个 艺术博览会里面去策展 所以我那时候找了策展人廖一豪 就是一起来讨论 就是针对天龙房屋这个议题 因为饭店其实也是一个短期 租屋的一种状态 而且是非常高价的一种状态那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思考就是说 其实在整个房地产的生物店里面 其实有一群人他们其实是不被看到 也不被讨论 就是在街头都会看到的举牌人 那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说 举牌人的议题 事实上他们的劳动条件 等等各种问题 事实上更值得大家来讨论 因为你想想看他们这么辛苦地在街上举牌 那这些牌子上面的这些房价都是 可能是他们一辈子根本无法去负担的一种状态那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有一种非常对比的一种状态 当我把举牌人然后放在就是所有的五星级饭店的房间里面 在一个所谓的艺术馆会里面展出的时候 让举牌人成为一个艺术的主体 那我觉得其实是当初在跟灿人构思 这个展览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房间里的大象一直一件明显的事件问题 却被集体视而不见 避而不谈 转化为房间里的天龙 举牌人在狭小房间举着过大的广告刊板 形成冲突的景象 回应居住议题的可见与不可见 房间里的天龙其实这个策展理念跟所谓的房间里的大象 Elephant in the room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有点像是在我们都已经这么熟知 就是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台湾有房价的问题 或者是所有的年轻人都知道 这个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或者是复杂性 但是某种程度上 我们面对到他的态度已经是一种 你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或者是你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去讨论他 他就像是一间在房间里的大象一样 他就在这里 然后如果以这个概念来讲 就是在房间里的天龙一样 他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他 可见与不可见这个概念就是 平常我们在街道上看到的那些举牌员 我们真的看到他们吗 我相信我们都看到了 可是我们不一定会跟他们对话 我们不一定会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 或者是说真的去意识到他们举牌的东西是什么 或者是就某种时候他们的身体是不被看见的 然后当我今天把他们放到这个展览之中 或者是这个空间里 不仅是这个议题像是天龙或大象一样在这个房间 他们的身体也就像是天龙跟那个大象在这个房间 呈现在整个空间之中 然后像刚刚刚其实他们也在这边直接的用餐 那你就会感觉到一些很真实很直接的气味 他们说话的方式等等的 那些东西是不用表演的 然后但却是很简单的就可以在线 或者是呈现在这个空间之中 会让你感受到那个氛围的 对比艺博会的参展形态 艺术家李更在的作品 凸显了举牌人在台湾社会的存在 也传达高房架下年轻人的心酸 其实我们在饭店门口 其实有另外一个形式的举牌 就是真实的举牌 但是举牌人其实都是年轻人 就是因为刚刚提到说举牌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那些高价房屋的一个广告 可是这个广告版面事实上转换成 如果是一般社会大众 他们对于房子的需求想象 或者是理想的租屋环境条件是什么样 这个举牌上面的这个牌面的广告 也是他们抒发心声的一个很好的媒介那样子 最重要是要表达那个就是环境跟人 在这个空间里面 在包含它的所谓的经历条件 身份状况上面的一个差异 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点那样子 因为在这一部会展出的这些现场 可以去外面看到每个房间里面的艺术作品 然后光鲜亮丽 然后来参观的人就是衣着很 就都是非常的高尚的一种状态那样子 那在饭店房间里面 当我们把在户外就是辛苦在举牌 在烈日上晒太阳的这些这样的举牌人 当把他们放置在五星级饭店里面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种落差去凸显了 就是他们的存在那样子 你可以看到这边现在房间就是会有很多板子 这些板子不只是一体的板子 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发了一个这种 螢光的夜光笔 那在展白天的时候 他们就会慢慢的慢慢的写上去 画上去他们的心声他们的想法 但是这个夜光笔其实只有在特定的光源下 才可以被看见 等到晚上天已暗下来 你可以看到空间中其实还有 所谓的那个黑灯管 整个空间晚上的时候 所有的照明就会用黑灯管取代 等于说到晚上的时候 这些举牌的内容 天龙房屋看不见 只看得见那些他们的心声 有点像用透过这样的方式 再次回应了可见与不可见 艺术家李根寨是 台湾科技大学设计系副教授 他以设计广告为载体 艺术为方法 用参与式行动 让观察者不仅是观察者 也无可避免地成为参与者 如同在高房价的社会 你我都置身其中 无可回避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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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